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诸开经济法的第四章 第四章是合同法律的部分 我们把第四章分为总则分则 总则是介绍合同的基本理论 而分则是介绍了几类具体的有名合同 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因为我们合同法一般都会出移到主观题 主观题里面它就会选择几种合同 作为它的一个基本的设定场景 所以说从出题的角度看 合同法律分子的部分那些有名合同 可能出题所占的分值要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而前面关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部分 因为它的理论性稍微强一点 它涉及到整个贯穿合同法的一些共通的规定 所以这一部分相对来说比较抽象 但是从考题的角度来看 一般来讲除了要约承诺和违约责任的承担以外 其他部分大部分可能还是会出现在客观题里的 那么它的分值占比相对来说就会略低一点点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合同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部分 第一节是关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 合同法的基本理论 首先告诉我们关于密发点合同编的适用范围 民事主体之间设立编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这个时候就要适用我们的合同编 这是第一比如说当事人签合同 第二就是合同编也适用于侵权行为可能会产生的债务 这个时候可能会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出现一种 禁合的关系知道就行 第三婚姻收养监护 这样的特定的关系它是和特定的人身有关的 适用于特定身份关系的法律规定 也就是说看婚姻法收养法有没有特别的规定 没有规定的在参照适用合同编的规定 这是民法典中的表述要记住 接下来介绍了一下关于合同的分类 合同的分类同样是在不同的标准对它进行的划分 如果按照双方是否互付义务的话 这个时候分为单务合同和双务合同 单务合同是只有单方有义务 那么双务合同是双方都互相付有义务 比如说买卖合同就是典型的双务合同 而赠与合同就是典型的单务合同 那以合同是否需要履行特定的行为 那作为我们把它分为这样的诺程合同和实践合同 诺程合同绝大多数合同都是诺程合同 当事人的承诺一致了合同就成立了 而实践合同还需要几次特定的行为 典型的实践合同有保管合同定金合同等等 好这是我们围绕的第一节的知识点做的一个回顾 接下来谈这样一道题 多卷题 下来关于明发点合同边 适用范围的表述政策的用 这道题考核的是关于合同边的适用范围 A适用于基于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 那合同边那管合同很正常 天经地对吧 这样B部分适用于基于侵权行为所产生的债权债务 前面说了这也是的 C类推适用于会议能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 也就是说与身份关系有关的协议原则上 它是看有没有特别法律规定 没有的话可以参照适用 这是对的 适用于劳动合同产生的债权债务 大家注意一下不是 因为我们明发点合同边 它讲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 而劳动合同中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 我们一般不太认为它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的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劳动法律关系 是社会法调整的范畴而我们这里讲的是谜法 社会法和谜法这是一个相互平行的不同的法律部门 所以说你不能把这个法律部门的法 适用于另外一个法律部门选项地表述错误 看这样一道多前提 这道题的考核的是无名合同 关于无名合同的表述 实际上就是我们后面合同法中分则中 所列举的一些合同的例外 也就是说凡是出现在我们后面合同法分则中 给你带有具体的合同类型了 比如说是代理合同 还是这个买卖合同 租赁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 进步合同等等 这些只要给它名了 那就叫有名合同 那在这之外没给它名的 但是也是合同的 我们也管它 这个时候把它叫做无名合同 所以为什么不给它名呢 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典型合同 可能使电动用到它的会比较少 第二对于有名合同立法上 上没有确定具体的规则 没有确定具体的名称和规则的合同 这是对的 如果给它确定的名称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变成有名合同 比如说我们的共用水电器合同 那么在这里就告诉你了 说你共用水电器的时候 你的这样一个合同履行的 义务的边界在哪 供电用这个供电公司和物业服带位 和住户之间如何来划分责任等等 这有明确的规则 但是我们无名合同中没有确定的名称和规则 C 委属合同是一种无名合同 不是的 委属合同直接出现在我们合同边里面了 所以说它是一个有名合同 D 那么对于无名合同 参照适用民法典合同边 第二分别有名合同的相关规定 如果就是说它没有确定名称和规则 那怎么用它呢 它就参照有名合同来使用 这一点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会议收养监护 如果没有特别法的规定也参照民法典的规定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的选项是ABD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这道题的讨核的是关于合同分类中的实践合同 我们说了绝大多数的合同都是诺程合同 那么作为定金合同双方达成定金的数额的一致了还不行 合同此时并没有发生想要发生的效率 还需要伴随着定金的紧付 而且你最后定金数额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怎么说的 而是取决于你交了多少 这就是定金合同属于实践合同 而这里的质押合同资议合同 这全都是诺程合同 当时一切上一致了 这个时候就成立了 外保内贷合同和B和C一样 它也是诺程合同 外保内贷合同 我们实际上是出现在教材第十二章的 这里它实际上也是一种借款合同 但是在这种借款合同中 教材第十二章明确说了 外保内贷合同中 一方必须是金融机构 另外一方是企业 所以在这里双方非自然人 如果是双方都是自然人的借款合同 我们把它叫做实践合同 但是这里一方 只要有一方不是自然人 它就不是实践合同 它是诺程合同 所以说像选项A这样的知识点 实际上是我们精心来设计的 就是让它 把它和我们教材后面内容结合在一起 超不超纲不超纲 但是有没有一定的难度 有 这种选项就是 如果你准确的判断出D了 那A选项不会对你造成干扰 但是如果你D选项判断不准了 看到A的时候你就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了 这种出题方式在最近两年是非常非常流行的 就是在整个选项中 我可能会设计一个不超纲 但是超过本章的知识点 在其他章的知识点 然后用增大错误向的干扰性 然后来考核你对于知识点掌握的牢固程度 所以说这道题正确的答案是选项D 看一道案例式的单线题 张三将房屋出租给李四 诸立期间是20年的1月1号到21年的12月31号 经张三同意 也就是说房屋诸立合同中经出租人同意 成租人又把房屋转租给第三人比了 诸立期间是在原诸立期间中的这么一段 那根据规定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A 在这样的一个转租合同中出租人能不能直接向第三人收取租金 不能这是双重法律关系 第一层是出租人和成租人 第二层是成租人和转租人 所以说收取第三人的这样的一种租金 那这个时候只能由成租人按照合同约定去收取 而不是出租人 B 如果第三人对房屋造成损害了 出租人有没有权利要求成租人进行赔偿 有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出租人和他签合同的就是成租人 那当出租人和成租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有关的标题 出现毁损灭失 我不管是谁的原因 出租人可以直接找到成租人要求赔偿 这恰恰体现的是合同的相对性 选项B是正确的 C 在这种情况下 张三有没有权利解除成租人的租立合同 不能因为出租人同意成租人转租了 如果出租人没有同意成租人擅自转租的话 这个时候才可以要求解除租赔合同 B 出租和成租人之间的租赔合同 在转租期内失效 不是的 在转租期内有两个合同 第一个是出租人和成租人的合同 第二个是成租人和转租人之间的合同 这两个合同它都是有效的 所以这道题正给大家是选项B 接下来看一下第二节 第二节是与合同定律有关 那么与合同定律有关 我们的角度重点讲解的是关于合同定律的过程 那在这里有这样的几个知识点 首先是关于要约 这是定律合同的第一步 是你发出了想跟别人定立合同的将近一次表示 要约可以反悔 可以撤回也可以撤销 那要约生效是到达生效 要约失效可能会基于多种原因 比如说对方拒绝了 或者对方做出一个实际性的变更 或者是有效期内对方没有做出回复等等 这些都是要约的失效 而要约相对应有一个概念叫做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它主要包括了这样的几种情况 像招募说明书 债权目的办法 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等这些都属于要约邀请 邀约邀请实际上通俗的说就是一个广告 就是吸引你来向我来发出邀约 所以它和邀约是一种反向制度 那邀约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 我发出一个邀约 对方做出了一个变更 这个时候就回复 然后这种回复 因为是一种对原邀约的实质性变更 所以它是一种新邀约 那终究有一天双方达成一致了 这个时候就要做出 有一方就要做出承诺 承诺就是对邀约的接受 所以承诺可以反悔 它叫撤回 但是承诺不能撤销 因为承诺到达就生效了 你不能单方去撤销一个已经生效的承诺 而承诺一旦生效 合同就成立了 原则上合同成立 合同就生效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承诺有一个特殊的规定 叫迟到和吃烟 区分迟到和吃烟 主要看承诺晚了 这个时候跟当事人的主观有没有关系 如果当事人主观上没有过错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出对于当事人有利的推定 而当事人如果主观上有过错的话 我们要做出对当事人不利的推定 这就是迟到和吃烟 当合同成立以后 关于合同条款可能会有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之间的区别 这个考点最近这几年不怎么太考了 但是作为一个基础知识 大家要记住 定约过失责任 主要指的是在定立合同过程中 可能会存在的一些特定的过错 比如说故意隐瞒与定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等等 或者是不当泄露合同旅行过程中知悉的秘密 所以说对于定约过失责任 它适用的这个情形 主要针对的是没有合同的时候 合同不成立或合同已经成立 但是又被撤销了等等 这是定约过失责任 而违约责任 它的适用的签计一定是合同是有效正在存在的 这个时候适用违约责任 两者在赔偿金额上的区别在于 违约责任要大于定约过失责任 定约过失赔偿的是一个信赖利子 合同没有 但是我仍然要求你承担责任 因为我信赖你 你辜负我了 而违约责任 它赔偿的是你的这样的一个合同旅行利益的损失 所以它的金额是要大于订约过失责任的损失的 那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是单减题 说邀约要求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邀约的意思表示 根据规定 家里表示中不属于邀约邀请的是 A 某北欧家具卖场向客户寄送的电子促销单 这就是广告 对吧 广告属于 要约邀请 B 某拍卖行发布的拍卖公告 招标公告 拍卖公告 这些都属于要约邀请 以及招股说明书 债券募集书 积极募集说明书 等等 这些都属于要约邀请 那如果是要约的话 那就必须要内容具体确定 那在咖啡自动收货机上 明确了某一种类的咖啡 那么这个一杯咖啡就是一元 那在这种情况下 内容具体确定 这是在发出要约 所以这道题不属于要约邀请的是选项C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选题 家医药公司2月1号向已发出要约 要出售一批口罩 要求已在一个月内做出回复 这就是要约给你规定的承诺的期限 该要约在2月2号就到达了已公司 也就是说到达要约就生效了 当月 也就是说在2月份当月 因为市场行程的变化 口罩市场价格大幅上升 这个时候甲就想要撤销这个要约 那根据规定 甲能不能撤销要约呢 不可以 因为该要约确定了承诺期限 选项A是对的 也就是说对于要约的撤回或者撤销 那在这里面 如果要约的撤回必须是撤回要约的通知 与要约同时或先于要约到达受要约人 如果要约的撤销指的是要约已经到达受要约人 又受要约人做出回复之前 这段时间你是可以撤销的 所以这里要约已经到达受要约人那里 这里只考核的是关于撤销 而在撤销的时候我们就规定了 如果你要约中规定的承诺期限 这个时候你是不可以撤销的 所以选项A表述正确 B说B、C、D都说可以撤销 那就不对了 所以这道题正解答案是选项A 再来看这样一道多选题 这道题同样是考核的是关于撤销要约的表述 A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只能以对话方式做出 这是不对的 什么叫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我打个电话告诉你 我现在要撤销要约 这可以 我给你发一个函 这也可以 发函就属于非对话方式了 所以选项A表示错误 撤销要约的意思表示 要区分对话和非对话方式两种 如果是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 要在受要约人做出承诺之前到 如果是对话方式做出的 这个时候意思表示 应当在受要约人做出承诺之前 被受要约人所知 所以这是对话和非对话两种方式下 撤销要约的这样的一种生效的要件的要求 所以C和D的表述是正确的 那选项B 选项B的这种表述和C是相冲突的 B就表示错误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C和D 像这种题大家会觉得 它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印象中的法律 就是这个词的表述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带大的区别 而且都是更多的偏文字性的偏理论性的描述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题最近几年它还是比较爱考的 所以像这样的表述大家注意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C和D 再来看这样一道案例式的单选题 2022年的4月24日 贾家已发出函件称 说准备以5000元每吨的价格出售 楼文钢100吨如意购买 现在5月10日前让本人知悉 这就是要约 可以把内容具体确定 第一在4月27日收到函件 并于次日回函表示愿意购买 也就是说你的回复是在要约规定的期限内做出的 但是由于投递的错误 你的回函在5月11号才到 5月11号这个时候就晚于5月10号了 好 这个叫做承诺的什么 对于以来讲有没有过错 没有过错 这个时候叫承诺的迟到 如果你是承诺的迟到的话 我们规定的是什么 如果是承诺的迟到的话 原则上我们所做出的承诺 是有效的 除非对方表示拒绝 所以在这里面 因为超过这个期限了 但是这属于承诺的迟到 这个时候和对于贾来讲 这种承诺应当是有效的 因为他没有在理会议 那就意味着贾没有明确 向已做出该承诺失效的 或不予承认的意思表示 这个时候你的承诺它就是有效的 你的承诺有效 就承诺就生效 承诺生效 这个时候合同就成立了 所以在这里面 虽然贾没有做任何表述 但是这个时候 贾乙之间的合同已经成立了 乙要求贾来履行刚才的买卖合同 可不可以呢 可以的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学校 学校里面贾乙之间的合同 实际上是成立了 而且成立乙生效 因为它不属于其他延缓生效的情形 在这种情况下 乙就有权要求贾继续履行该合同 这道题答案选B 看这样一道多简题 加以双方就消毒液的买卖进行线上磋商 那双方约定了 说由于线上这种形式 它证据不容易固定 难以确定双方权利物 所以决定在双方大家都答应 达成意思表示一致以后 还要采取合同书的形式来定立买卖合同 那根据这样的一个表述下列 根据这样的一个关系下列表述正确的有A 那这个合同什么书成立 是从双方线上磋商达成一致时成立 还是从双方采取合同书形式成立 合同书 先达成一致 然后再签合同 就以合同书成立时 作为合同成立时的标准 所以选择A表示错误 因为这是当神之间的约定 要尊重约定 B 该合同自当神双方签字盖章或恩手印时成立 这是对的 记住啊 明发点中又增加了一个恩手印 这也是和签字盖章相同的法律获果 C 在签字盖章或恩手印之前 一企业将货物送到假公司 接收了货物合同成立 这是一种合同成立的推定 也就是说 在当神双方之间没有达成约定的合同书形式的时候 一方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 另外一方也没有拒绝 这个时候合同推定成立 D 在签字盖章或恩手印之前 如一企业如果将货物运到 无论假公司是否接收货物 合同都成立 不是的 我们还要看假是不是接收 所以这道题表出正确的是B和C 看这样一道单元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关于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之间的关系 表出正确的是 格式条款和免责条款是不是一个同一性了 不是的 格式条款不一定是免责条款 比如说你到银行开户 开了银行账户所签订的格式合同里面 里面那么多的格式条款 里面免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第二 免责也不一定都要通过格式条款来实现 这个时候当时双方通过约定的方式在上面额外加了一条 说出现什么情况我不负责也隔矣 所以A和B是不对的 C 格式条款的内容如果是为了免责自己责任的 这个时候它才叫做免责条款 它俩才具有重叠的可能 对于显像D 大家注意这样的一个表述在格式条款中是有的 比如说格式条款如果出现理解上的不一致的时候 要以通常意义来解释 如果有两种以上的解释的时候 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 但是那是格式条款 这里它讲的是免责条款 可不是 免责条款不一定是格式条款 所以在这里面这样的表述是不对的 这样的表述针对格式条款才使用 记住这里考的是关于免责条款和格式条款之间的区别 所以这道题表述正确的是选项C 再来看这样一道单元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缔约过失责任 一方当时如果故意买与定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 可不可以成立缔约过失责任呢 可以 如果一方假决定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也可以 如果一方不当泄露履行合同过程中 知习的商业秘密等也可以 这就是缔约过失责任适用的三种情况 B 缔约过失责任仅在合同生效后适用 不是的 缔约过失责任通常适用的是 有可能合同还没成立的 比如说假借定例合同恶意磋商 合同没成立 但是你损害我的心对你的信赖了 我要求你赔 选项C 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可期待吗 不是 它是信赖利益损失 而且这个损失额通常要小于违约责任 因为违约责任它赔偿的才是可期待利益损失 所以这道题表出正确的是选项A 接下来看一下第三节 第三节我们讲合同的三个权 抗变权 代位权 和撤销权 来看一个思维导图 那么在整个第三节里 教材首先介绍了一下关于合同旅行 合同旅行主要涉及到 如果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约定不明时 提供了一系列的补证规则 数量和质量 价格包装方式 旅行方式 违约责任等等 都做了一个补证 那接下来是这样的三权 抗变权 抗变权分三种 没有先后履行 义无顺序的 叫同事履行抗变权 再先一方不履行 再后一方可抗变 叫先履行抗变权 那如果再后一方出现问题了 这个时候再先一方 可以行使不安抗变权 但是如果对方提供了 必要的担保的话 你不能行使不安抗变权 必须要继续履行合同 好 那接下来 代位权和撤销权 实际上是合同保权的两种方式 主要是为了保护合同 债权人利益的 对于合同的代位权 它的构成要件 必须是债务都要到期 那么债务人待于行使债权 这个时候 债务人对他人的 债务人对第三人的 特定的人身债务 是不可以代位行使的 主体管辖 以及费用等等 这个我们做一样的提示 尤其是这里的被告 被告是次债务人 所以说 这里你的管辖也是次债务人 所在地的法院 对于撤销权 撤销权它主要告的是债务人 债务人特定的行为 比如说免除债务 或者是恶意延长债务履行基建 或者没有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 或者是免赠予 无偿赠予 把自己的财产赠予他人 或者是恶意低价的方式处分 且受让人执行 在这种情况下 你要告被告 把被告这个行为测交掉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三个权利的主要的内容 首先看这样的一个考点 关于合同的效率 合同的效率 从考试的角度来看 它所出题的次数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通过这样一道题来看一下 这下来关于合同效率的表述正确的 A 无权代理人以被代理人定立的合同 被代理人已经开始履行合同的 视为对合同的追认 这是被代理人对无权代理人的追认 B 法人的法径代表人超越权限定立的合同 除相对人知道其超越权限以外 这个代表行为是有效的 这样我们通过对于法径代表人对外的 这样的一种法径代表的职责的强化 来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 当然交易相对人一定是善意 C 当神超越经营范围定立的合同效率 不得及以超越经营范围为由 确认合同无效 这是民法典中的表述 这个表述跟以往略有区别 但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你不能简单的说你超越经营范围了 你的合同就无效 不是的 D 上米宝买卖合同 没有办理不动态转移登记的合同不生效 不是的 转移登记是十五权的转移 合同是我们第四章中所讲的这样的一种原因行为 那么两者之间不能互相影响 所以这道题表述正确的是ABC 再来看一下与合同旅行有关的相关考题 三选题 这道题考核的是涉及第三人旅行规则的表述 涉及第三人的旅行 包括债务人向第三人来旅行 也包括由第三人替代债务人旅行 和第三人加入代为旅行 那在这里 第三人代为旅行 它可以是基于财产关系 也可以是基于特定的身份关系 比如说父母愿意帮子女来还债 所以这两个表述都是不对的 第一当时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 债务人向其履行债务 那也就意味着第三人相当于取得了债权人的身份 直接要求债务 直接由债务人向其来履行债务 那第三人为他合理期限内表示拒绝 那就相当于他接受了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债务关系 实际上就变成了这个债务人和第三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那么好了 如果债务人没有向第三人旅行债务的时候 债权人找谁要呢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第三人 可以直接找到这样的债务人 要求债务人来承担责任 所以说我们看选项D 选项D说此时第三人无权请求债务人 承担违约责任是不对的 我们再简单说一下 选项D这种情况它描绘的比较抽象 通常指的是就是如果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 A本来应该还钱给B 但是AB说了我是债权人 以后你把钱还给假吧 然后假也没有表示拒绝 这个时候如果A旅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或者没有旅行 这个时候假可不可以直接找到A 要求A来还钱呢 可以 实际上就相当于一种债权的转让了 可以选项D表述错误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项A 再来看这样一道的多简题 这道题指的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 定的电子合同旅行的相关规则 表述正确的用 A 标的如果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 收获人的签收时间作为交付时间 这是对的 B 如果标的是提供服务 那生成的电子评证或者实物评证中载明的时间 就是提供服务的时间 比如说我来给你做这个论文的查虫 那么你提供给我的一个凭证 或者是你提供给我的这样的一种 查虫的报告 它就构成了你服务的提供 C 电子合同标的物为在线传输方式交付的 这个标的物自进入特定系统 并能够减少时间就是交付时间 比如说我通过网络买了一个注册码 一个软件的注册码 这个时候他把注册码直接发给我了 那这个时候只要进到我的系统里了 能够被识别就算已经完成交付了 当事人如果对交付商品或提供服务的方式 和时间列入约定 重启约定 合同法中特别尊重当事人的这样的一种约定 所以这道题选项ABCD都正确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张首富 李首富和红旧远有限公司 作为发起人募集设立一个股费有限公司 公司法中我们讲过了 募集设立就是发起人认购一部分不少于35% 然后其他面向公众来募集 但是募集发行认购的比例不足法定比例 也就意味着没有人愿意认购 他公开发行的募集的股份 所以这个时候设立失败 设立失败以后 谁需要将认购人承担责任呢 那就是发起人对吧 好 根据规定 下列对于认购人假实实的行为的效率的表述 错误的是A 贾能不能要求张首富 李首富和横卷公司中的任意主体 来承担全部责任 可以 这就叫连带债务 当公司设立失败的时候 发起人要对设立过程中产生的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我找谁都可以 找其中的一个 或者找其中的两个 或者找的全部都可以 选项B 如果贾免除了张首富的债务 那在张首富应承担的份额内 其他债务人的对于贾的债务也免除 那你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贾本来可以找到张 李和这个公司 对吧 那么他可能跟张关义不做 说张你翘金30万不用还了 那这个时候因为其他人都是连带财务 应当率债务的全部金额承担责任 所以这个时候其他人要对贾免除张的这样的一个金额范围内 也免除自己的责任 避免贾利用这样一种连带财务的方式 恶意的优待个别债务人的恶意的加重其他债务人的负担 C 如果贾与横距远公司合并 则在扣除横距远应当存在份额内 贾对其他债务人的债权继续存在 这是对的 也就是说债务人和债权之间如果合并了 合并了以后 这个时候原本上这个债权债务应该消灭掉 那么消灭掉这一部分 你就不能再找其他人要了 你把这部分扣除掉以后 对于其他债务人的债权继续存在 第一 离手不相假承担迷失责任时 假如果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这个时候拒绝受领 他对其他连带债务人的同样发生法律效率 这里可能也就会导致的一系列责任的承担 也就是说当理手不相假承担迷失责任的时候 给假钱假不要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其他人都给假钱假没要 好的 所以这道题表出错误的只有选项第一 这个考点是一道 对于连带责任的相关规定 还是希望能够引起同学们的注意的 接下来看一下抗电权 这一道单减题 假以双方签订租赁栗合同 约定假支付租金后 以交付助利物 那就是假在先已在后 假没有按照约定的期限来付款 却要求以交付助利物 那就是在先一方没履行 在后一方可抗辩 这叫做先履行抗辩权 答案选帝 再来看下一道题 当时互不在我又先后履行顺序的 在先一方不履行 在后一方可以拒绝旅行 这是什么抗辩权 在先一方不履行 在后一方可抗辩 答案选B 来看假一道案例式的单减题 假以双方签订了一个原油买卖合同 约定假将以购买原油 那假4月1号支付全部款项 以应当是半个月后来发送原油 3月1号假发现假发现的说已没有这个资质了 而且库垂也不足了 那这个时候库垂又被转移了 所以假内心中陷入一种严重的不安 所以假决定不向已支付货款 然后即使通知了已 这叫做什么 在先一方本领应该先履行 但是内心中陷入一种不安了 这个时候它行使的叫不安抗辩权 对吧 那看看选项中表述正确的是 A 假无权暂不付货款 因为在已的旅行期限戒指之前 无法确定已是否会约 不是的 不安抗辩权 它一定是在旅行期限戒满前 它出现了一种不安的状态 可以暂停付款 那选项B说假无权付款就不对了 那C和D说假是有权暂不付款 这是对 那么在这里面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假这个时候 它行使的是不安抗辩权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选项B 再看这样一道单元题 假以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 约定收货后10日内付款 那就是卖方先发货买方后付款 那卖方在交货前的 有确切证据证明 已出现了经济状况严重恶化 或者转移财侃或逃避债务 或商业信誉的严重损失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可以怎么办呢 可不可以拒绝履行合同中的义务呢 这个时候是可以的 因为它行使是什么 是不安抗辩权 那这个时候B可不可以要求 立即解除合同不行 先行使不安抗辩权 然后看对方是不是恢复了 是不是另行提供担保了 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解除 如果这些都没有 它可以要求继续解除合同 所以不能直接要求解除合同 C已有义务提供担保 没有义务 可以并不是一种义务 那假设不是必须要接受你的担保 也不是 家有权利选择是否接受 所以在这里这道题 正确的选项是 正确的答案是选项A 再看这样一道多潜题 合同定理时的基础所安静发生变化 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根据规定下列表述中 属于情势变更原则的构成要件的有 就是说如果要构成情势变更 应当符合哪些要求呢 第一我们所讲的情势变更 原先我们讲是必须是非不可抗力 但是按照民法典现在的规定 把非不可抗力去掉了 换句话说不可抗力 也有可能构成情势变更 这点大家要注意 所以说选项A不对 但是B是对的 说你这种客观基础的变化 一定不是商业风险的变化 比如说房屋价降了10% 我要去解除合同 这是不行的 而且要求是定理合同是无法预见的 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继续履行 合同已经明显不公平了 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要求变更合同或者是解除这个合同 D继续履行明显不公 所以选项BCD共同构成了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 而一旦构成情势变更原则 当事人就可以要求法院来变更合同 或者是解除合同 而选项A不再属于构成要件 这道题正确答案属于BCD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与代位权和撤销权 这样合同保全有关的相关的考题 看这样一道单选 假对以德债务清长期已经届满 却未履行 那这个时候 以想救假对他人想要的债权提起代位权输送 也就是说假欠以德钱没给 这个时候别人还欠假钱 以想要对别人提起代位权输送 那可以行使代位行使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与特定人身有关 这是不可以的 这里包括抚养 抚养 赡养 抚恤 劳动报酬 人身伤害赔偿 以及人受保险中的相关的赔偿等等 这个都是跟身体生命有关的 所以像这里的抚恤 兼压劳动报酬请求 人身损害赔偿 这些都不能代位行使 只有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 是可以代位行使的 所以他这种钱 他是不具备特定的人身保障功能的 这道题答案选 看单远题 债权人代位权行使需要符合法定的条件 根据规定下列关于该法定条件的表述 错误的是 一般需要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务 以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务都到期 也就是说代位权一定是双重债务 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 A和B之间的 然后甲还欠A钱 那一定是要求这两个债务都到期 原则上是这样的 B债权人的债权不受是否专属于自权的影响 也就是A和B之间这个债权 不管你是什么人身伤害赔偿等等的 这些不受影响 不能代位行使的指的是 甲和A之间的债务 如果是与人身有关的 是不能代位行使的 C债务人放弃其到期的权利 这个时候不是 我们所讲的代位权指的是债务人 代于行使对第三人的债权 债务就是不主动 而放弃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 它属于撤销权的范畴 D债权需要合法 这是根源 所以说表出错误的是选项C 看下一道多选题 债务人实施了减少财产的处分行为 债权可以行使撤销权 根据规定下列 关于该处分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也就是说 债务人实施哪些行为 债权可以要求撤销他呢 第一他放弃债权担保 放弃债权担保 就相当于是免除债务 还有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 无偿转让财产这些都属于 还有一种就是为没有担保的债权提供担保 这些都属于债务人的一种恶意行为 债权可以要求把它撤销掉 第一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 受让他人财产 别人的车只值10万 然后你非得要还100万来买它 这个时候影响债权实现了 是不是一定可撤销呢 不一定 在中间还有一个要件 必须是要求对方是知情的 所以说在这里 那政治的选项只有A B C 再来看这样一道题 这道题同样考的是撤销权 考的是不能行使撤销权的情形 A 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影响债权人实现 而且受让人知道该行使 符不符合 符合可以行使 B 债务人放弃倒计债权 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这是一种积极主动的放弃 同样可以 C 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 在未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只要没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 债务人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不能撤销 B 债务人待于行使而权力而影响 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 那这个里面待于行使 它并不是撤销权的范畴 二是代位权的范畴 因为它是一种消极懈怠的行为 所以不能行使撤销权的是选项 C和D